寂寞三年的女人 好不容易等到丈夫回来 她倾靠丈夫身上 想求她疼爱 却被丈夫嫌弃推开 她以为是自己做得不够好 蹲下身子为丈夫拖袜西角 可没想到丈夫却一脚把她踢开 女人有些无措 想要讨好丈夫 于是拿出三年来攒下的辛苦钱送给她 但这些卑微举动 换来的却是丈夫的一句离婚 女人名叫秋月 五年前嫁到了村里 丈夫不仅家徒四壁 还离婚待一娃 为了养活一家老小 丈夫决定进城打工 临走之前 除了秋月肚子里的孩子 什么都没留下 这一去就是三年 在这三年里 秋月没日没夜 起早贪黑下地干活 不仅要照料体弱多病的婆婆 还要养育两个孩子 这天 丈夫突然回来了 三年没见到丈夫的秋月 很是思念 她激动地喊孩子出来迎接 可由于父爱的长久缺失 孩子已经失去了对父亲的印象 只敢躲在秋月背后巴巴看着 晚上睡觉时 秋月主动和丈夫亲热 不仅得到丈夫的冷漠 还和她提出离婚 她怀疑丈夫有人了 婆婆都看不下去了 苦口婆心劝说丈夫 秋月用生命为家人付出一切 做人不能忘恩负义 婆婆的极力劝说 却让丈夫更加反感 下一秒 背起行囊义无反顾逃离了家 一家老小的挽留 没能留下丈夫 只换来了她远去的背影 秋月看着空旷的家 心碎不已 很快 秋月被抛弃的事情 闹得人尽皆知 成了大家谈资的笑柄 此时 在城里读书的女儿放假回家 还没进门 耳边就传来奶奶的抽气声 女儿吓坏了 立马冲进去 只见自己的母亲和奶奶不停哭泣 知道真相后 女儿也陷入悲伤 秋月看着一家老小 她不想这个家这么散了 于是决定进城找丈夫 可还没一炷香的功夫 秋月就回来了 原来 秋月到了城里 还没和丈夫说上话 就被丈夫赶走了 她用尽浑身解数 丈夫都对她不理睬 失魂落魄的秋月 在黑暗中独自哭泣 秋月的遭遇 并没有得到命运的垂帘 这天 升职的丈夫派秘书回家 接婆婆和儿子去城里生活 对一旁的秋月和女儿不闻不问 秋月失望之际 秘书拿出了一封信给了秋月 秋月连忙接过 可丈夫给她的信上 紧紧写了让她赶紧离婚 一旁的婆婆看到后 承受不住直接昏了过去 众人吓坏了 连忙送婆婆去医院抢救 幸好抢救及时 婆婆性命无忧 但秋月看着冗长的费用单 心中五味杂沉 突如其来的意外 让本就困难的家庭雪上加霜 秋月回到家 取出存钱罐里的所有钱 可这点钱对于高价治疗费用 根本无济于事 这时 女儿看到抽屉下还有一个存钱罐 刚想拿起 却被母亲拦住 这钱不能多 无助的秋月找到亲戚借钱 可亲戚对一个被丈夫抛弃的女人 充满了恶意 秋月空手而归回到家 此时的她并没有放弃希望 秋月找来女儿 母女二人一起去摆摊 卖家中田地的杂粮 很快 母女二人收益不菲 凑齐了婆婆的医疗费用 接着 秋月在医院尽心照顾婆婆 命运没有亏待她 让她遇到了改变她一生的人 在这里 秋月结识了钢铁厂的厂长 厂长空辖时 还会帮助秋月一起照顾婆婆 很快 婆婆出院了 秋月拿起家中仅存的鸡蛋 烹饪给婆婆补充营养 她给孩子做了米饭和马铃薯 而自己的饭菜 则是锅里剩的米汤 女儿看到秋月如此凄苦 心里不是滋味 她突然想起了什么 立马来到房间 找到了秋月不让碰的存钱罐 刚准备打开 就被秋月阻止了 她严肃警告女儿 不允许动这个存钱罐 女儿见此只能作罢 第二天 儿子闹着想吃鸡蛋 可秋月却无能为力 这时 她看到屋外有很多废弃木材 心里萌生了做生意的想法 说做就做 秋月把木材装上三轮车 独自拖着车道集市贩卖 集市上 她遇到了钢铁厂厂长 看着秋月如此困苦 厂长心中生起一丝怜悯 表示需要帮忙 可以来钢铁厂 另一边 忙着烧饭的婆婆 想做点米粥 但是锅已经揭不开了 婆婆看着困苦的一家老小 思虑许久后 拿出最后的积蓄给女儿 让她去城里找父亲 拿些钱好补贴家用 女儿没有收下钱 因为她恨透了父亲 可转头看到哭泣的奶奶 她又想到自己悲惨的母亲 别无选择 女儿拿上钱出发进了城 此时秋月刚回家 得知女儿去寻父亲的消息后 连忙冲出去阻止 女儿看着日益销售的母亲 心疼不已 听到这的秋月 反手给了女儿一巴掌 女儿一气之下 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秋月看着女儿离去的背影 心中不是滋味 但是生活还要继续 接着秋月找到厂长 表示想来钢铁厂工作 厂长看着秋月 表示这里都是男人干的粗活 不过这点困难 对秋月来说算什么 只见秋月轻松地举起大铁锤 卖起立起来 干活的秋月 丝毫不比男人逊色 不久后 秋月赚到了第一桶金 她不仅给儿子买了巧克力 还给婆婆带了蜂蜜 剩下的钱 她则放入了存钱罐 这时 外面下起了瓢泼大雨 贪玩的儿子还没回家 秋月担心极了 幸好 厂长把儿子送回了家 此时 秋月家中漏了雨 由于房屋年久失修 早已破败不堪 厂长见状立马爬上屋顶 为秋月维修 看着为自己干活的厂长 秋月心底生起一股暖意 渐渐地 秋月的努力工作 让家里的生活逐渐有了起色 可好景不长 这天秋月来厂里上班 发现同事们不仅没有干活 反而围在一圈呆坐着 打听后才知道 最近厂里收益很差 可能连工资都发不出来 闻此噩耗的秋月陷入了迷茫 这时 秋月收到了女儿的来信 信上表示 自己在城里已经站稳脚跟了 现在不仅可以自己自足 还存了大学学费 女儿让秋月不要有压力 秋月看着来信 心中悲喜交加 她放心不下女儿 决定来到城里看望 到了城里 秋月寻着地址 找到了女儿上班的展览会 刚进入大门 并入眼帘的是各种精尿绝伦的篮筐 秋月从来没见过这种新鲜玩意 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些工艺品 女儿看出了秋月的心思 她告诉秋月 这些篮筐都是手工编织的 国外把它叫做艺术品 现在非常流行 而且编这些篮筐的人都发了小财 女儿的一番话 让秋月萌生了做生意的想法 回到厂里后 工人们正在围殴厂长 因为厂长已经拖欠一个月工资了 他们拿不到工资 只能用殴打逼迫厂长 秋月见状后 连忙上去进行劝说 工人们才作罢 厂长破产了 她的房子被抵押还债 现在已是穷途末路 善良的秋月把厂长带到了表弟家里 她让厂长安心住下 秋月看着失落的厂长 便和她说起了编织篮筐的事情 厂长立马决定 和她一起做篮筐生意 就这样二人朝夕相处讨论生意 不过在那个年代 孤男寡女不免遭到村里 七大姑八大姨的议论 这些议论传到了婆婆儿里 她觉得有些丢人 于是她劝说秋月和丈夫复婚 此时的秋月已不再恋爱闹 她只想发展事业 于是她向婆婆诉说了 内心真实的想法 丈夫在城里生之后 毅然决然抛弃她 她已经不愿回头了 婆婆听后无话可说 此后的日子里 秋月和厂长把重心放到了生意上 她在村里招了一批懂编织的村妇 他们留在村里负责编织 厂长则负责产品的货源和销售 很快 第一批篮筐完工 厂长拉着这批货物进了城 可这一去就是半个月 没有得到回报的村妇们坐不住 纷纷找秋月要钱 秋月见状解释道 第一批货已经受尽了 有老板下了第二批订单 所以厂长把尾款拿去进了货源 可村妇们怎么听得懂这些 他们只想要钱 于是他们不断逼迫秋月 甚至对她进行人身攻击 秋月没有发火 反而忍气吞声安抚大家的情绪 晚上 憋了一天的秋月再也绷不住 她靠在婆婆怀里嚎啕大哭 发泄完情绪后的秋月重新振作 她把房子拿去做抵押 接着把工资发给村妇们 这时厂长满载而归回到了村子 还把女儿从城里接了回来 带给了秋月一个好消息 这一次订单的收益比之前更高 接着秋月召集了村里所有妇女一起工作 带着大家致富 村长看着秋月带动了村里的GDP 非常满意 还找了一个厂房免费给他们工作 秋月的努力终于迎来了回报 厂房在秋月的经营下如日中天 成了整个村子赖以生存的宝藏 结尾 厂长和秋月顺理成章结婚了 女儿如愿考上了大学 这天秋月终于拿出了 曾经怎么都不让碰的存钱贯 将里面的钱全部取了出来 交给女儿 原来这钱从一开始 就是给女儿上大学用的 秋月告诉女儿 千万不要重蹈自己的负责 一定要努力读书 将来出人头地 女儿再也忍不住流下眼泪 在这一刻 她终于明白了 什么叫做爱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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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